华丽线文化局一年两天在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了生活节的活动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 不过来自全台湾各地游客和民众是撑着雨伞热情不见 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现场的热力 以太阳布洛伊纳与花环异象打造的舞台 矗立在日月池畔草地上 来自华东两线在地歌谣创作或者是乐团 在这个被誉为是众神殿的舞台上进行发挥 这里是板诈生活节的现场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 不过任性来自全台各地的游客民众到场热情不减 趁着雨伞跟着舞台上的歌手团体摇摆同乐 扮炸生活节的魅力不仅现场气氛热烈 就连在涉滩的店家业者人气买气更是强强棍 家庭装的蛮好的耶 意外中的好 我们以为会全部卖不完 然后就坐在旁边休息 反而是觉得雨那么大 但是声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很棒很棒 主办单位欢令县文化局表示 今年特别的是除了是结合时下最夯的露营风格 也透过与在地部落人文歌谣 艺术产业面向的结合 带领大家体认部落与大自然 土地共生共存的文化精神 那这一次结合的是GQ的野营 那我们有VIP的野营的摊位 那邀请的歌手都要为这个主题提出他们创作的演出 回到整个部落传统的文化脉络 以及参与式的共创为整个扮炸生活节的核心 今年迈入第三届的板炸生活节 八九号一连两天在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热闹展开 文化局长吴俊逸表示 先前在上网登录索票的民众 单日就有超过两千人 八号开幕的活动虽然大于来搅局 不过现文化局也概括至少也有超过五百多人到场参加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我感谢您的观看